大家好,我是Nina Mia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Nina Mia爱在多伦多 我现在是在我妹妹地下室里录制的视频 现在已经是晚上将近十点钟 我就是想记录一下 在我老公隔离的十四天里 我的身上发生了什么 十四天前 我老公和他的三个孩子 经过了四年的分隔 终于相聚了 然后他们就一起隔离十四天 我就来到妹妹家的地下室 住过这十四天 这期间我经历了很多心理和情感上的活着 在机场看着他们父子四年后终于相聚 我也是唏嘘不疑 但看着他们一起离开的一种 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一个人孤零零地坐着地铁回到妹妹的下室 被老公打过两次电话 每次都能听到他在那边的热闹 老公只是打来一次电话 并且是问我WiFi的密码 第二天到十点多钟了 老公也没想起来给我打电话 我还是忍不住给他打了 今天女儿竟替他接了 当时心里就不是很舒服 下午又是我主动给他打电话 这一次我忍不住哭了 他这才意识到舒服了我 以后每天都会主动给我打电话 这时候呢 其实也一天比一天的习惯了 我会和外甥女一起散步啊 陪爸妈一起打打太极 还有两个晚上是住在我儿子的宫女楼里 最快乐的是和两个闺蜜一起 说一些不着边缉的话 并且我和两个闺蜜也一起 给老公送了点吃的 就放在大门口 搁着窗户 给他们打招呼 他们看着他们羡慕我们自由的样子 怀还是有点得意 而老公呢也慢慢习惯了 每天早上主动给我打电话说早安 晚上说晚安 去的时候有时候打电话 也就傻傻地看着我笑 14天的隔离终于要结束了 他们的隔离期是到今天晚上12点钟 现在已经快10点钟 我是准备 今天晚上就回去 11点从妹妹家里出发 然后路上取一个披萨 10点12点到家 有兴奋 又不安 结婚两年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分离 儿老公属于我一个人的日子也结束了 我必须要勇敢地面对新的生活 我也相信 儿老公会和我一起面对的 有个朋友说爱自己的孩子是本性 是每个人都能做到 甚至连只鸡也能做到 但是去爱别人的孩子才是大爱 我想下一步我做要做的去 就是去认识这些孩子 去了解他们的长处啊 等处啊 看到他们的可爱之处 最重要的还是要有属于我自己的世界和天地 要能找到自己生活的平衡点 朋友们为我加油吧 拜拜